相信老玩家们都有相同的感慨 玩乐高最发扯的不是套装 是放套装的地方 那么请允许我向您介绍 人间角色40478 到底有多绝呢 就是买得起还放得下 小乐高大乐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来到坏雪的玩乐仓库 我是思陶 回想71040迪士尼城堡面试的时候 如同自家乐园压轴的烟花表演一般 惊艳四处 而令人望而却步的呢 不是价格 是规模 于是托庆祝迪士尼度假村 成立50周年的福 2021年乐高推出了迷你迪士尼城堡 又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那么本期视频 让我们也去这番浪潮里漂流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好的现在40478迷你迪士尼城堡就平台完毕了 它还包含了一位独占的礼服版米奇人仔 人仔 老板身着红白黑配色礼服 看起来相当正式 戴着大大的红色领结 配戴白手套 红色长裤 异形头膜加上通用素体 调大了瞳孔比例 表情轻松 形象古典 中规中矩 城堡 以士尼城堡原型的出自自家IP 纤绿奇缘 也就是灰姑娘 转眼 这座《梦幻之城》已经走过了辉煌的50年 在座清零过得请弹幕扣个1 浅聊一下体验我也不介意 40478是等笔缩小 封闭且完整的 谁只有一半 我不说 长14 宽13 高21厘米的尺寸 身材玲珑 也就一秒走进了我的心吧 坐落在黑色底板之上 灰白蓝层次分明 金色门狼延伸至拱门前 上方有细节精湛的印刷钟楼 两侧巧妙运用撬棍作为立柱装饰 凑近看蓝金相间的阁楼塔尖 让望远镜成为窗框 齿轮模拟砖块 想法骚气 50%透明蓝加闪粉 虽然略有水纹 不影响它散发魅力 且相同配置重复了6组 充分释放气场 转过来 没有细节的城墙略显单调 三面拱门结构稍稍打破沉闷 但中心位置是个没有进出口的露台 后期它的表达什么 好在通向最高瞭望塔的墙底是待机里的 丰富了视觉层次 四周墙体以抓取的形式连接 非对称结构被准确拿捏 拼搭时用了许多SNOP技巧 非常有趣 内饰 有内饰 但不是易拆卸结构 只有亲手拼搭才知道的内部彩蛋 不如大厅后 两侧展示的分别是城堡画像 和灰姑娘的印刷水晶鞋 这个非印刷 不不不 这个非一拆卸真的可惜了了 所以2022年的迷你幽灵公馆 索性开墙透视 连拆卸的步骤都省去了 总结事件 40478迷你迪士尼城堡 出品于2021年10月 包含567片零件和一位独占 米奇人仔 目前售价在200至300元之间 一瓶矿泉水的高度 巴掌大小的完整版迪士尼城堡 不到300元的价格 有趣多为的评达体验 个人认为非常适合粉丝们 入手把玩和收藏 那么大家对这座 迷你城堡的表现如何评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现在点个赞作为签到吧 我是思豪 这里是值得关注的 坏水玩乐仓库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ciao